好 我来做一个香达礼物的开箱 我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 一个小袋子 里面是我喜欢的水粉底 还有一个眼影 没有做过 没有搞过这件事情 一直很想做 好漂亮啊 就是还蛮少女心的感觉 夏天 有些可爱的小蝴蝶 这是我的5205吗 哇 这个手脸好漂亮啊 单手带手脸 我是一个拥有灵活手指的人 我看不过 你看 把我的小宝贝放进去 好可爱啊 小口红包呢 这样打开 哦 能放两只口红 好可爱 红色 我下面来为大家试一下口红的颜色 眩光唇膏 让我来摆一下色号 是不是 手很熟练 这是眩光唇膏116号 这种裸的奶茶色 因为它很水润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那种没有血色的那种裸 玫瑰奶茶色吧 应该很温柔的感觉 这个是118号 这是粉嫩嫩的那种粉 就真的放在包包里面当做一个唇膏 那种嘴干的时候 然后就直接用 嗯 好看耶 哦 这个是122号2 我喜欢那种裸子 那这种眉红啊 就是皮肤白的人真的就会涂上超好看 就我不是那种超白超白白颤的那种白 但我还是黄皮肤的那种白 偏白的人涂这种发眉红色的颜色就会很好看 然后更显白 这个是124 这种西瓜红就还蛮提亮辐色的 而且眩光唇膏它有一点就是它很润很亮 是那种玻璃面的那种水光亮 126这种酒红色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气场的人 涂就可以了 耶 这个是128号 125 128号 姜果本姜 这个姜果色就真的是紫色调的姜果 但是因为它质地就是很薄很透 所以其实哪怕这种深色 也不是说一定要挑场合或者挑人 不能说娇艳欲滴吧 就是这种姜果果姜要流出来的感觉 刚吃完梅子的感觉 这个是142号 也是水润润的这种 它是那种芭比粉的那种粉色 比较亮 有一点点那种荧光的那种色调 但并不是荧光呢 特别适合少女的一个颜色 就还是没红色 就是白皮肤的人涂上已经超好看 144是这种 就是你看 就比较低调的红色 就很像自己嘴唇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蛮喜欢的 这个是146号 有点闪光光的 就是它是眩光唇膏 然后但是它里边还有亮片 就会看起来更闪 而且它饱和度好高啊 再看出更明显 这种闪光亮亮的感觉 如果在就是那种海滩 在日光下 就感嘴唇超闪超炫的那种 最后一个148号 小可爱是带着亮片的 有点发霉红 只是说这几个红色其实它都是红 不过这个灯光比较偏暖色调 所以看的就是这种眉红 没有特别的正红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很炫 然后饱和度也比较高 其他那些就比较透 透涂的话会很水润 薄涂的话就是感觉透透的颜色 我喜欢 看都是我的 反正都是我的 我都喜欢 看一下我的眼影盘 它里面有个那种很暖的这种亮晶晶 就涂在眼睛上 它不会觉得特别的 乍眼的那种亮晶晶 就是很温柔 反而你远看的时候会觉得是像水一样 很水润的那种颜色 还有我喜欢的 气垫水粉底 这个就是我平时用的 12号 粉色调的 水粉底就很水润 很轻薄 就是香奈儿的唇膏 但这唇膏也是有颜色的 这个就会 比刚刚炫光唇膏的那些 感觉涂的时候会更黏一些 因为它要有那种保湿的润唇的效果嘛 全部结束 就完美 自己搞了一个完美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 反而第一次搞也没太搞明白吧 可能就希望大家看了开心就好了 真心推荐 我自己最爱的 全都爱怎么办 看自己喜欢吗 你想偏眉红色调 你就可以选眉红色调 你喜欢稍微红 偏红色调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选这种 然后真的搭配个什么衣服的时候用 或者是 我就把它涂在中间一点点 然后一点点把它晕开 也是可以的 满涂我就是 对我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窄 的感觉 好了 出工 完美 拜拜 我下次有时间我再搞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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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